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 热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那加瓦的主要特性呢有哪些呢 首先呢,加瓦是易学的 就是加瓦语言是非常简单的 但这相对于入门来说 加瓦语言的语法呢,与C++是很接近的 使得大多数程序员都很容易或者很轻松就使用了加瓦 另一方面呢,加瓦也丢弃了C++中 一些让人很难理解迷惑的那些特性 比如说前面说到的操作符的重载 多继承自动强制类型转换 特别的,加瓦呢不使用指针 而是采用了引用,并提供自动的这种垃圾回收 使得程序员呢不必为这个内存管理担忧 前面也是介绍过 加瓦呢还是一种强制的面向对象 加瓦语言提供类,接口和继承等原语 为了简单期间呢只支持单继承 这里说的是类,类之间的单继承 在支持接口方面呢 提供了一种多继承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呢你实现多个接口就实际上实现了多继承 但并不代表着加瓦支持多继承 这不是一个概念 加瓦支持internet的开发 在基本的加瓦应用编程接口中 有一种网络应用编程接口 那这里说的就是API 加瓦的API 加瓦的API是非常丰富的 就相当于C++里面的那个类库 这里显然暴露了我是从C++度过来的 对吧 相比C++来讲加瓦确实是简单 那加瓦语言是健壮的 加瓦的墙类型机制 异常处理 垃圾自动回收 等都是加瓦程序健壮的重要保证 对指针的丢弃是加瓦的一个明智选择 加瓦的安全检查 使得加瓦更加健壮 当然也更加的安全 所以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你很少听到一个加瓦的程序 存在什么漏洞 那之前存在一个漏洞 那就是非常著名的Stress 那在在此之前呢 我还是没有听过的 但是较于其他的语言来讲 问题相对少很多 所以加瓦本身就是安全的 它提供了一种安全机制 以防止恶业代码的攻击 加瓦也是可移植的 加瓦编译器是用加瓦实现的 加瓦本身呢 又是跨平台的 那么还有加瓦的运营环境 是用C实现的 加瓦语言也是解释的 这里面强调一下 不是那种解释 它首先是编译成那种二进制 然后再解释之心 加瓦的性能也是略高的 与其他解释型的高级脚本相比 加瓦的性能还是很优的 加瓦语言呢支持原生的多线程 加瓦语言也是本身是动态的 那这地方呢必须说到这个GSP和Solid 加瓦无比的健壮性和可高性 那现在说一下加瓦的IDE 什么是加瓦的IDE呢 说白了就是加瓦的开发工具是吧 当今最流行的呢 应该是IDEA 还有Eclipse 或者说它的一个衍生版本 MyEclipse 开发效率上来讲呢 IDEA更受益筹 更为方便 但是在国内呢 Eclipse占主要的主导 或者是MyEclipse较为多 工具呢只是一个使用 我们推荐使用Eclipse 当然更高级的一点是IDEA 这都没有关系 那说一下加瓦的框架 加瓦的框架也是非常多 那这地方有原生的GSP 还有Servalit 还有SSH 那这里说的是StressR 还有Supreme 还有Hobnate SupremeMAC MyBattis 当然还有一些 类似于这种模板技术 比如说3Mark对吧 Valicator对吧 都是 好加瓦的基础知识呢 就简介到这里 那说到加瓦的安装呢 我们首先要找到加瓦 下载加瓦的官方网站 那加瓦的官方网站呢 是Oyuko 原来是三公司 后来三公司呢 被Oyuko收购了 所以现在呢是在Oyuko旗下 那中文名称叫甲骨文官司 那这地方是它的这个下载地址 然后进入主页以后呢 我们点击这一个下载按钮 download的 然后进入这个页面 这个时候下载呢 不要慌张 这地方有个选项 就说我接受 对方点个我接受才能下载 所以很多同学下载不了 很着急 这样点个 Accept 就是我接受 它这个就消失了 这个时候再点击下载 就可以下载 那下载样子就这样子 下载完以后呢 是你在Windows安装的话 就下载这个.exe 那在Linux上安装呢 就下载这种 64位的嘛 就下载64位的 32位就下载32位的这种 rpm包或者这个压缩包 那64位的Windows是这个 然后32位呢 是这个i586这个文件 下载以后呢 就Windows下就是 点下一步 对吧 然后就安装成功了 接下来呢 那就是设置环境变量 那这个Windows和Linux是类似的 Linux中更为简单 就是将它解压以后 然后设置环境变量 然后这地方呢 就是一个手动的 Windows呢 就是手动的安装 然后下一步 这样再设置环境变量 好下载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环境变量的配置吧 好 那今天我们讲解 Java的安装环境 正正的进入这个Hadoop的一个入门 开始实战部分 那Hadoop首先是依赖于Java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安装Java环境 那Java环境如何安装呢 首先可以分为两个 第一个呢 那就是在Linux中安装 还有在Windows的安装 那有些人会问 为什么在这个两个环境都安装呢 是这样子 就说我们开发一个软件 写程序也好 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基于Windows来开发的 像老师的这个桌面上 那安装的都是一些Windows的环境 那像这些软件都是基于Windows的 那我们在Windows上开发完软件以后 写完成序以后可以编译 编译完以后呢 放到Linux去跑 这也是Java的一大优势 可能很多人对Java还是不太了解 从这个阵营上来说 Java在很多语言中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也是非常流行的 好 那在这里我先不做太多介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Java的环境安装 首先呢 想用Java 首先你得下载它的那个JDK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使用最新的Java8 那我们也推荐使用Java8 因为Java8有更多更多好的IPI 还有一些比如说流处理多线程的一些冰发包的支持 那有些同学可能想重启这个机器或者虚拟机 那可以使用这个reboot-hnow 就说是重启机器 什么时候重启呢 现在也重启 也可以直接数reboot 这个是Java8的一个软件包的一个下载地址 那在之前是公布过的 那有些同学可能找不着了 那在这里再公布一下 这个地址中呢 是本课程所有的软件包 包括原代码都会在这里上传 可能上传的不及时 你随时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 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你是联网的 那你可以在零用口层输入 WGET Java8的这个UIL路径可以进行一个下载 WGET就是一个获取一个UIL中进行一个下载 下载完以后呢进行一个解压 那这个时候呢 先有可能会有权限的控制 说不让你解压 这个时候呢 就赋予一个权限 比如说用使用ChangeMode U加S U加X就是赋予它执行权 对吧 然后进行一个解压 用的是TAM 然后是-ZXVFJDK 那这个过程呢 老师就不做演示了 它都是比较简单的 安装好以后呢 这完解压以后呢 实际上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但是Linux中啊 还是Windows中 都是需要配一下环境变量 那配一下环境变量呢 才能真正达到使用 那在Linux中 先使用VI 打开这个ETC下面的Profile 它是这个Linux中的环境变量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文件 那这里面打开它 写入这个加瓦的路径 应该是加瓦8 这地方呢 就是先设定一个变量 它这地方呢 指向了这个JDK的一个路径 那这地方为了方便呢 可以将前面这个 这个名字特别长 解压以后呢 可以进行一个修改 修改命令呢 是用MV 相当于一个移动 啊 这地方我们也命名为 就是一个 命重命名 这个文件 那这地方可以将这个 重命名一下 JDK8 这个时候呢 在下面就可以指定它的路径 这是指定加瓦的Home路径 就是那个主路径了 之后呢 将加瓦8中的引入 引入它的Lib 就是类库 还有一个 它的执行的一个路径 就Beam 然后 然后 使用Export 相当于导入 对吧 导入它这个环境 写法就这样子 最后呢 用Source命令 执行一下 这时候 这个环境变化就生成了 验证这个加瓦是否安装成功呢 我们可以使用加瓦 还有这个加瓦C命令进行查看 如果它出现一些帮助 那就说明成功了 还可以使用这个加瓦罗室 查看一下它的版本 这是Linux在下中的一个安装 那我一会儿呢 可以给大家一起做一下这个 看一下对不对 好吧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windows中如何安装加瓦呢 好 那老师先打开一下我的这个配置 就说 首先也是一样 首先呢 也是一样 先将这个加瓦下载下来 然后进行安装 这个地方的下载呢 我就不多介绍了 网络上可以搜一下 安装完以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目录 它让你选择安装路径 老师呢 是安装在这个C盘的Profile加瓦中 它是一个默认路径安装 这里面呢 就有这个加瓦的路径了 看到没 是C盘的这个 然后在这个Windows中如何配置呢 那安装好加瓦以后呢 它并没有生效 那就跟Linux中一样 它是需要进一些配置的 这地方呢 就是一些加瓦的环境变量配置 好 那这个 如何配置呢 首先呢 打开这个开始 里面有一个计算机 然后点右键 点击属性 属性以后打开呢 点击左边的高级系统设置 好 弹出这个框呢 以后点环境变量 在这个里面呢 因为老师已经设置过了 那我们看一下 设置哪些变量呢 和刚才设置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要配置一个Java Home 这是以前老师配置过的 这里面呢 配置它的路径 就是刚才我们点开的这个路径 C盘下面的PocoFile 然后是JavaJTK 看到没 它这地方呢 是一个Java的一个安装路径 并没有指定任何 那个详细的一个类库 只是一个它的根目录 只是它的一个目录 紧接着呢 这个呢 是在JavaHome这个变量中复制的 紧接着呢 将它进入 加到这个路径中 那就是Pulse系统变量里面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加了什么 我们复制一下 好 我们搜一下Java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在这个Pulse路径中 我们已经给它配了一个变量 在这系统属性中 在这Pulse里面 因为这看不到 所以我们挪到这地方看一下 其实Java呢 这地方也配了一个 Java的路径 就是说它的BIM目录呢 配到这个Pulse中 Pulse中呢 要写上这个 Java的这个BIM 那这地方写呢 大家注意一下 每一个路径呢 下面都有一个这个 分割符 每个路径都有一个分割符 是封号 也就是说这一个呢 是Java的这个BIM目录 好 还有一个变量呢 就是ClassPass 老是呢 配到了这地方 实际上你配到这个系统变量 也没有问题 ClassPass里面呢 指定这个Java的类裤 这是Java的一个全路径 然后它的那个下面的BIM目录 实际上这里呢 可以进行一个引用 那在Windows中 也是可以引用这个路径的 其实我们刚刚在Pulse里面呢 我们是配置了这个 Java的这个目录 实际上这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用这么繁琐的写 可以使用百分号百分号 进行一个引用 Java下滑线Home 回车 确定 好 那安装好没有呢 其实这地方呢 这也是一样的 这地方也是可以引用的 就是百分号百分号 然后Java-home 因为我们之前呢 已经定义了这个 Java-home 好 安装好没有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验证 Windows上呢 使用CMD 然后回车 然后弹出这个终端 终端以后我们看一下 一个命令叫Java-Washen 就是说Java的版本 回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了Java8 对吧 这就是它的版本号 好 那进一步验证呢 我们可以输入Java 然后回车 那这里呢 就会显示出一些 Java的一些 常用的帮助 比如说这个Cp啊 还有刚才的Vashen啊 等等 那还有一个Java呢 包括这个编译和执行 那Java呢 这地方输入的是一个 执行的一个命令 因为这地方有这个Option 对吧 操作 那还有一个Java-C 比如说编译的 那编译呢 也有一些参数 它可选的这些参数 好 那这从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Windows环境中的 Java的安装成功了 那我们这地方总结一下 好吧 因为这个老师之前 也没有做一些备注 就是临时 突然间想起了 觉得这个Windows家 需要安装Java 不然的话 我们后续没法开展课程 那这地方 我们先备注一下 在Windows下 安装Java 环境 对吧 我们特别著名是Java-8 第一步呢 我们应该是干什么呀 下载JDK-8 是吧 那这地方呢 是一个可执行包 你只要安装 然后选择一个路径 也可以了 我可以靠到官方网站上 进行下载 那第二步呢 应该是安装成功以后呢 进行一个环境变量设置 那具体设置哪些环境变量呢 首先要设计一个 Java-home 这地方呢 指定Java的安装路径 那这里老师复制一下我自己的安装路径 好 紧接着呢 配置这个Path 就是这个全局路径 大家可以使用百分号 百分号进行一个 引用这个变量 然后赋予它这个bin 把bin路径 bin呢就是加了一些 执行的一些系统环境 好 好 紧接着 给它设置一个Cat-Path 从这个名义上来说 就是类的路径是吧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类库 那lib对吧 这个时候呢 它就配置成功了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等价于它的全路径 记得这地方有方号 每个都是有方号 这个它就等价于 那同体这个也等价于 然后安装好这个以后呢 Windows中呢 是不需要做任何操作 然后直接在cmd中 就是DOS里面进行验证 然后是先输入 加瓦-version 然后再输入加瓦-c 然后再输入加瓦 如果在加瓦-version中 你可以看到这个 如果可以看到 JDK1.8版本 那说明安装完成 那加瓦-c 运行以后 如果可以看到 帮助信息 说明安装完成 那加瓦也是一样 也可以看到帮助信息 好 这就是一个加瓦的安装的一个 在Windows下安装一个整个过程 那这个加瓦的安装包 也我也可以共享到这个 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 路径下 就是说这个 熊盘里面